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赚明 那么继续给大家分享我对电影艺术创作的理解和认识 上次我们就说到了冯小刚 他在进行他的电影创作的时候 非常重视编剧的使用 和他合作的编剧呢 都是业界内部重量级的人物 那么这在他拍摄夜宴的时候 体现的就更加明显 毕竟冯小刚在夜宴这部作品上的野心是非常大的 他是改编沙尔比亚名剧《哈姆雷特》 所以冯小刚呢就找了两位重量级的编剧 而这两位编剧和冯小刚的合作 也只有这一部电影 第一位编剧的名字呢叫做《圣和玉》 圣和玉他在整个的编剧生涯中 担任编剧的作品并不多 而且早期呢 圣和玉的编剧主要是以话剧为主 不过在圣和玉他并不多产的编剧作品里 在2003年 他编写了一部 在中国的影视创作上 都是划时代里程碑式的作品 这部电视剧呢 就是《走向共和》 基本上《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 是在2003年上映的 距今呢已经有20年了 但是《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 可以说是中国影视界 所拍摄的最好的 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电视剧 这里强调的是 它是最好的 没有之意 那么从这部电视剧呢 你可以看到 圣和玉他在编写历史剧本的时候 造诣有多深 那么尽管《夜宴》这部电影 是改编自沙尔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 但是根据之前拍摄沙尔比亚名剧的经验 除非你是完全奔着艺术追求 不顾及票房 否则的话 你要想改编沙尔比亚名剧 你就必须想办法和自己本土文化进行有机的结合 因为沙尔比亚名剧呢 能够欣赏和理解的人比较少 如果你纯粹的从艺术价值上去追求的话 那么你的观众面就过于狭窄了 这会对影片的商业效益冲击比较大 那么冯小刚在拍摄电影的时候 还是比较注重商业票房的 所以尽管他是改编沙尔比亚的名剧 他还必须让叶燕看起来 像一部可以引起中国观众共鸣的历史剧情片 所以他找来了《圣河玉》 这样就给叶燕这部电影和中国历史的紧密结合 提供了相当的保证 那么光有《圣河玉》并不足够 因为叶燕他改编自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实际上说的通俗一点 它是一部宫斗剧 它虽然有它自己的情节主线 有它主要的戏剧冲突 但是以现在主要的观众视角来看 沙尔比亚的名剧 它的情节推进并不是那么的紧凑 所以这方面也必须进行改编 才能够迎合大多数观众的需要 因此这就要求叶燕剧本的编剧里 必须要有擅长剧情类剧本创作的编剧来加入 那方航空找到的呢 就是邱刚健 邱刚健它是华人影坛资深的编剧 早年在香港邵氏电视公司 香港世纪电视公司 都担任过编剧和撰稿人 他所擅长的正是剧情类剧本的编剧 像在1983年 因为创作剧本《投奔怒海》 获得了第二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编剧奖 1987年呢 他和编剧离结合作创作的剧本《地下情》 获得了第六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编剧奖 1989年 他和作家阿诚共同合作的剧本 人在纽约 1988年 他所创作的《燕之寇》剧本 获得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编剧奖 因此参加燕燕剧本的创作 已经是邱刚健 他职业生涯晚期的作品 那么通过这两位重量级编剧的加盟 就可以看到冯小刚 对于电影剧本编剧的重视程度 《燕之寇》这部电影呢 和《天下无贼》比较类似 艺术价值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呢 在商业票房上并不理想 同时也可能冯小刚觉得 他已经尝试了这种类型的电影 但是呢 拍摄的实践 让他觉得这种类型的电影 并不是他自己喜欢 并且愿意追求的创作方向 所以呢 在下一年也就2007年 冯小刚又进行了另外一个类型电影的尝试 那么这就是军事电影集结号的产生 那么和之前的尝试一样 冯小刚在决定拍这个军事题材电影的时候 也在编剧上煞费苦心 他需要找一位重量级的编剧 来为自己这部电影保驾护航 他选择的这个人 在中国的文坛和影视界都是响当当的重量级的宗师级的人物 这个人呢 就是中国文坛著名的作家刘恒 刘恒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坛著名的作家 从他作品上你就能看到 刘恒他也是一个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不断向前追求的人 而且刘恒呢 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坛和中国影视圈 将编剧与文学创作结合最好的人之一 他的文学作品和他编写的剧本 相互之间转换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那么刘恒和冯小刚只合作了集结号这一部电影 但刘恒和张艺谋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 比如说张艺谋早期艺术价值非常高的 《局斗》《秋军打官司》 这都是和刘恒的合作 后来呢像《金灵师三差》 也是刘恒帮助张艺谋编写的剧本 那么除了和冯小刚张艺谋的合作 刘恒还参加了数部 今些年中国影视创作中可圈可点的作品 比如说1990年江文主演的《本命年》 1994年诸位明星参演的历史剧情片《西楚霸王》 1994年在情感描写上 非常细腻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1995年著名导演黄鼠琴 拍摄的关于中国近代著名画家 潘玉良的传记电影《画魂》 那么刘恒的早期文学创作和电影创作 都是在探索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 人性的深刻特点 不过在有了多部成功的作品之后 1998年刘恒呢 就改变了他的创作方向 他开始进行清喜剧的创作 所以1998年就产生了 《没事偷之乐》 这部清喜剧电影 紧接着呢 在2000年 刘恒又参与创作了 清喜剧的电视剧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这两部影视作品 都反映了刘恒 他创作清喜剧剧本的 不俗的能力 不过刘恒呢 在此之后 又改变了方向 他开始更多的 把他的创作侧重点 放在了历史上 所以呢2003年 他创作了《少年天子孙子王朝》 2004年 又创作了张思德 2006年呢 他又创作了《云水瑶》 到了2007年 他和冯晓刚合作 创作了《集结号》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刘恒的剧本创作 和历史本体的结合 越来越紧密 那么正是因为刘恒 他的创作方向的转变 和冯晓刚创作方向的转变 出现了时间上的重合 这就促成了二者的合作 这才产生了《集结号》 这部电影的剧本 《集结号》这部电影 是中国近些年 军事体裁电影中 最顶尖 也是比较少见的作品之一 关于军事体裁电影 我这里简单的说两句 军事体裁电影 它既容易拍 也不好拍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电影讲究的是 激烈的矛盾冲突的展现 越激烈的矛盾冲突 电影就越吸引人 那么军事体裁电影 因为它取材于战争 战争本身呢 就是矛盾激烈爆发的 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说军事体裁电影好拍 就是因为它一定有 现成的激烈矛盾 来吸引观众 所以拍摄军事体裁电影 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反映战争的全景 这也是以苏联为主的 早期军事体裁电影的 一种典型的做法 那么像前苏联的 卫国战争系列 包括我们中国的 大决战系列 这都是这种 创作手法的典型例子 那么像美国 早期的战争电影 坦克大战 也是类似的情况 但是军事战争题材的影片 最难拍的 是聚焦于战争中的个人 因为如果你聚焦个人的话 那么你这部影片展现的 就是围绕个人的矛盾冲突 但同时呢 你所处的这个环境 还有大环境的 激烈的矛盾冲突 那么如何让 围绕个人的这种矛盾冲突 在大环境的矛盾冲突里 凸显出来 这就要看你剧本的创作能力 和导演的指导能力了 所以反映战争大环境之下的 个人的这种军事战争电影 拍摄起来比较难 但一旦拍摄成翁的话 出现极具艺术价值精品的比例 也是很高的 那么冯小刚的《集结号》 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他把九连连长谷子弟 和他挥下战士的命运 仅仅扣在了集结号 这个中心词上面 他虽然没有对当时所处的 那个战争的大时代环境 进行仔细的交代 但是谷子弟和他战友们的命运 无时无刻都在反映着 那个时代矛盾爆发的激烈性 所以这部《集结号》 它相当于是把个人的命运 和时代的特点 非常紧密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 也展现在了观众的眼前 所以就极大的吸引了观众 并且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所以冯小刚呢 在他的转型尝试中 又一次取得了成功 但这也和他选择的编剧刘恒 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同样是军事题材电影 2017年冯小刚拍《芳华》的时候 因为在描写大时代背景的时候 被有所限制 所以《芳华》那部电影 个人与时代的结合 就不如集结号 表现得那么优秀 《芳华》那部电影呢 在个人命运描写这边 是非常到位的 因为对于冯小刚这位 在华人电影圈已经是最优秀的导演之一来说 深刻的描写个人命运 这是驾轻救赎的事情 但是呢 在描写大时代方面 冯小刚也是巧妇难为 无米之吹 被绑住手脚的艺术创作 那种很明显缺点什么的感觉 是很明显的 同样的道理呢 也适用于2011年 冯小刚所创作的《1942》 但不管怎样 我觉得冯小刚 无论是集结号 还是后来拍摄的 唐山大地震《1942》 《芳华》 这都让我们看到了 冯小刚在他的电影艺术创作中 不断地探索 勇于追求 从这点来说 冯小刚这种 不断地突破自己 艺术创作舒适区的勇气 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那在不断地勇于尝试的同时呢 冯小刚也从来没有忘记过 他所最擅长的 精味喜剧的创作 所以才会有2009年 2011年的《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2》 直到2023年 刚刚拍完的 最后一部《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3》 《非诚勿扰3》部曲 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了 冯小刚在喜剧创作上的 深厚的功力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非诚勿扰》的编剧 是冯小刚本人 而且是一个人的编剧 《非诚勿扰2》呢 这里要纠正 前面或所讲到的一个错误 那就是《非诚勿扰2》 是冯小刚和王硕 两个人的编剧 刚刚拍摄完毕 上映的《非诚勿扰3》 它的主要编剧是《非诚勿扰3》 那么还有另外一位编剧 叫张耀之 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编剧 到现在为止 他只参与编剧的两部电影 一个是2015年的 《有种你爱我》 另外一个是 这一次的《非诚勿扰3》 从那种履历来看 《非诚勿扰3》的主要编剧 应该还是冯小刚 所以从《非诚勿扰3》部曲 我们就可以看到 冯小刚在喜剧剧本 创作这方面的自信 那同时呢 从我之前所讲到的 冯小刚在尝试 不同的电影类型的时候 使用编剧上的深重态度 也让我们看到冯小刚 他在电影艺术创作中的 这种非常严谨的态度 他从来没有因为他拍赫岁喜剧片的成功 而在电影创作最重要的一环 也就是编剧这一环 有任何狂妄自大的表现 但与此同时呢 他也从来没有光色菲薄 如果是喜剧编剧创作 冯小刚非常有自信 他可以做到最好 但如果牵扯到其他电影体材剧本的创作 那么冯小刚就会非常冷静地承认 这并不是自己擅长的领域 那么他就会非常诚心地 寻找这方面的擅长的编剧 来与他合作 这样就可以很大程度上 保证这部电影作品的艺术价值 这就让我们看到了 冯小刚对电影艺术创作的尊重 以及他非常严肃的创作态度 由创作上的天赋 同时又具备正确的创作态度 这才是冯小刚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 最关键因素 那么给大家讲完 中国著名的喜剧片导演 冯小刚之后呢 我下面要给大家介绍一部 并不是太为人所知的 中国的戏访类喜剧电视剧 那么这部距离现在 有一定时间的喜剧电视剧 它的名字呢 叫做《一笑大方》 虽然知道这部剧的人并不多 但是参加这部电视剧创作的主创人员 很多都是影视圈里重量级的人物 或者是现在影视圈里有名的人物 那么这部电视剧 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我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